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2月1号星期三 有一小伙伴说 说德国人天天在那讲德国白左 天天在那讲什么言论自由 这个自由 那个自由 批评自由 结果德国人在德国驻中国大使馆 官方微博 下面有一帮中国网友 就是去拿那么找乐 挪那么忙 但是也有人进行谩骂 中国这里边有素质不够高的 有谩骂的 有讲各种东西的 然后德国驻中国大使馆 1月31日发文 通知要大量的删除 德国驻中国大使馆 新浪微博官方账户 下面客户的留言 要删留言 不是说完全关了不账评 但是就要删一些 他这么说 他说亲爱的粉丝们 下面就开始骂谁是你的粉丝 反正 不是你说这种话他是找 亲爱的粉丝们 我们信仰言论自由 在德国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表达写作 或发表自己的见解 没有审查制度 微博下的评论 我们通常会保留 即使是不友好的评论 每个人 但是你们每个人都要思考一下 你们这些关于德国的不友好的评论 你们是否也可以用来评论中国和中国政府 分题是 当年不是笑话中国吗 一说你们对人民不好 你没有资格这么说我 你问过我的人就说这些 对不对 但是反正你看你要批评中国 中国不也说吗 说你看美国还当年 从欧洲人杀了好多印尼亚人 对不对 澳大利亚也对原住民不好 然后就说 我说你中国对老百姓不好 你老要咬别人干什么 对不对 就是说你说他在你德国下面评论 你德国说你德国不好 你还咬中国政府干什么 对不对 大家都一样 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你们中国 你怎么说中国行吗 都是这么说 对吧 但是德国驻中国大使馆说了 他说即使是在德国的话 言论自由也是有边界的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我是支持的 所以总体上来讲 开玩笑归开玩笑 我是支持德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官方微博 删除中国网友的留言 说实话 部分的国人就不配有言论自由 部分的国人虽然天天跟你扯什么 说我们要争取言论自由 我们要自由 然后但是你只要跟他说的不一样 他就开始进行谩骂和攻击 你知道吗 就是你说这种人他配有言论自由吗 所以我觉得中国有一些人 我觉得部分国人就应该让共产党管着他们 共产党抽的门 你知道吗 真的是 不配有言论自由 所以没有什么好说的 所以我觉得呢 虽然有人在这骂 说德国你不是言论自由吗 批评一两句就不行了 对不对 德国人告诉你 就是言论自由也是有边界的 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这样 如果德国就是说跟这个新浪微博商量好了 就是在新浪微博上谁也不许批评 那这个就是说 这是就是说伤害了言论自由 但是如果只是在他自己的微博下方的评论留言里边 不让你说的话 这个没问题 因为这个是人家的地盘 你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在新浪微博你自己开个号吧 你自己在你的这个微博里边说他 他还能把你的微博删了 对不对 这不就这就不 就是这个伊朗马斯克也是 伊朗马斯克你在推特上 你说什么这你人都没问题 但是你当了老板了之后 然后你引导整个推特 就是说他支持一方 支持一方的这个评论 然后不支持另外一方的 那这就坏了 那你这个就严重影响了 因为你是一个公共舆论平台 作为整个平台来讲 你不能那么做 但是对于个别账户来讲 当然他们说德国这个不一样 德国他是住住大使馆 这是官方账户 这不是属于私人账号 那那也是人家的账号 你管人家的 人家那你不让你说话 你就你自己去 自己的微博说完了吗 你自己开了号 你不想说什么什么什么 他要是把你 如果德国住中国大使馆 把你的新浪微博给你屏蔽了 那这个我就骂他 对不对 但他不也没有 没读你的嘴吗 只是不让你在人家那儿 活儿八道 对不对 而且还有您要思考一下 就是说你是不是配有言论自由 是不是 好吧 那这些想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